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手工城市 这个视频只要30分钟 不知道30分钟能不能打住 那本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做一期 2018年春节前最重点的一期视频 四个的六个的八个的小卵炮 一肚子全是小卵炮 这会儿这种手工啊 八成是不让任何人配的 因为肚子里的卵炮已经太多了 如果你真的很想配 就只能找一个强工 找一个强一点的工 生就是干上你知道吗 就这样的话还能配上 这样只要配一次配上了之后 很快这个母的当受精蛋形成的时候 很快别的卵炮就会被吸收掉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营养 形成这个新的这个蛋 就是靠工的配 然后有时候母的肯定发情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母的肯定是发情了 但是母的就是不让配 这种母的就比较比较尴尬了 怎么怎么办呢 两个办吧 一个就放弃吧 或者就是像刚才一样 每天试 或者换不同的工试 有时候这个气场什么的也很重要 而且你还可以怎么样 你把这个母的给它移到新环境里边 有时候手工换到一个新环境是暴躁的 但是有的时候换到新环境 它是会比较胆小 害怕新环境不愿意乱动的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说 尝试着在不同的环境里让他们配 比方说平常都是我们都是把宫的扔母的盒子吗 这样方便记录 不会弄乱了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母的扔宫的盒子里边 你也可以找一个新盒子 大盒子 对不对 反正就是换 换不同的环境 看总有一天 这只手工会被你感化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换宫 换不同的宫和它配 只能这两种方法 就没有别的再好的方法了 你要说非要有人为干预的方法 就是简单教你一个 用小镊子 小镊子 捏哪啊 手工配的时候啊 捏住手工 母手工的应该 一般如果公手工 就是公手工 如果要是从 母手工左边踏往上骑的时候 你用镊子 捏住他的左前爪 捏住他的左前爪 给他卡到 母手工不能往前爬了 然后捏的时候 尽量把母手工顶到一个角落里 镊子捏住他的左前爪 然后用镊子 按住他的头 或者是挡住他的头 让他的头 我不能转回来咬弓的 这就是属于人为干预了 但这种情况不鼓励啊 这个情况对手工伤害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手工的小肾板 还是挺脆弱的 你捏的捏的这个力度啊 不太好把握 大概就是这样 呃 这就是排卵的事情 排卵的事情 然后抖尾这件事呢 其实对于公手工来说 并不是说 每一只公手工 我扔到盒子里 他只要是发行期 他就会抖尾 不是的 我通过视频观察 我感觉手工交配 大概是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凌晨一点钟 一个是凌晨五点钟 这两个时间点 一般手工都还挺愿意啪啪啪的 你毕竟是夜行性动物嘛 你虽然每天都在 饲养盒里边 这个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但是他还毕竟还是夜行性动物 所以夜行性动物 他们交配还是喜欢 一个黑暗的环境 所以说晚上比较容易交配 但是有些公手工就没心没肺啊 你不管有没有人看 你不管他配的时候 你碰不碰的 他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有这种工 但是也有好多工比较磨叽 磨叽的 你就怎么办呢 你就给他放到盒子里边 不用管 你把工的磨叽一块养三天 养上三天 然后养的这三天的过程中呢 你如果有条件 你拿一个小米的 那个摄像头夜市版 然后你放进去看观察一下 你就能看见这个工 到底是配上没配上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当手工交配完 交配完 咱们再继续说交配啊 当手工交配完的时候 就是刚交配完 一般工的呢 都会去舔自己的鸡鸡 而磨的呢 就会乱跑 这会呢 我们可以把磨的拎起来 看看磨的屁股那块 就是如果射进去的话 磨的屁股那块 有些是有些残留在外边 留出来一点点 如果这个精液量大的话 如果不大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看见里 就是感觉那里边 稍微有一些鼓 有一些些黑 那这就是属于射进去的 或者呢 最简单的判断 配没配上的方法啊 铺一个干净的纸 然后工手工配 配的时候 如果你能观察到呢 它的那个精液 是不会蹭的别的地方 那个精液 其实就是黏黏的 和米糊一样的 就一个 就一粒小米 一粒大米那么大 那么一点 就那么一点 然后你看看纸上有没有 如果纸上有的话 那八成是没弄进去 你只打偏了 然后你就得补 基本上 这是交配 我知道的一些事情 都跟大家说说 然后配不上怎么办 不让配怎么办 刚才已经说过了 配不上 那就换工呗 对吧 但是真的有好多情况 是属于母的 本身是属于 有这种不孕不育的 这种疾病的 这种方法就是配不上 像我的那只肉桂土匪 它就是属于这种 你不管怎么配 它就是天生的下水蛋 所以呢 所以 这个 但是你要想确定这件事情 最起码是你交配了两年 你再确定这件事情 刚一年是不能 这件事是不一定成立的 因为好多母的手工 它头一年 可能是身体 虽然体型够了 但是身体内部 可能还没发育完善呢 你怎么配 它就是下水蛋 这也是正常的 但到第二年就好了 蹭蹭下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而且母手工 就是 母 就是再说一下母手工的 就是刚成年的母手工 刚成年的母手工 怎么说呢 一般头两个蛋 比较爱下水蛋 而且基本上 在每年的经浙之前 配的下水蛋的概率 是要远远大于 经浙之后 下水蛋的概率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自然界的规律 这就是 然后不让配 刚才不也说了吗 就那几种方法 要不就每天试 要不就换工的 换思想 换交配环境 或者就是人为的 稍微干预一下 对吧 然后 对 交配很容易出现一个 卡基基的情况 这是对于工的来说 而且卡基基的情况 怎么说呢 这个网上是没有太多的资料 去介绍这个经验的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卡基基 应该正确的处理方案 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已经试了七八次了 就是我前面也试废过几只 基基落在外边 后来都干了的油 然后 落在外边 后来感染的也有 然后 流血的 这更不用说了 也常见 然后最后 特别容易被治好的 是怎么样处理 是这样 当工的出现卡基基的情况之后 你应该是如何处理 首先我们去拿一个 干净的饲养盒 在饲养盒 一定把饲养盒洗干净 最好是用纯净水洗干净 不要用自来水 自来水里边 还是会有一些细菌的 用纯净水洗干净之后 在饲养盒上铺上厨房纸 多铺一点 铺上七八张 铺满了 铺满了之后呢 然后这会儿 马上放纯净水 纯净水放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感觉 手摸上去 盒子底下 已经有一层水了 就是很湿很湿的这种情况 基本上这种湿的情况呢 三天 就是放在 像我这种整体加热环境里 你放在里边烤三天 这个水不会蒸发干 你很湿很湿的这种情况 好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弓子扔进去 然后关起来 不用不用 不要动它 不要管它 不要看它 不要给吃的 不要给水 什么都不给 就是一个盒子 厨房纸洒满水 不是洒满水 是给它底下放一层水 放一般来说三天 你再看 弓的机器就已经缩回去了 换句话说 就是你给它造 制造一个超大的 一个超湿的一个环境 超湿的环境 有这个超湿环境 同时呢 这个环境是相对来说干燥的 不会出现任何感染的情况 因为毕竟生殖器落在外边 不会出现感染 这样的话 有可能它回不去啊 是因为 因为受到外界刺激啊 肿胀啊 或者是蹭破皮啊 或者蹭破了 那玩会肿 肿了就进不去 你别硬往回塞 塞回去 反而不好用 就按我说的这个方法 三天基本上就都会回去的 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网上几乎是没有资料的 然后咱们再 再说一下 排卵期没有配 如何补配 这个刚才也简单说过了一下 排卵期没有配 那你就等一下 等到你觉得心乱排出来了之后 或者是说 你知道他第一次是几号配的 比方说一号配的 你等到二号都没下蛋 对吧 然后 那就可以再试一下 就是拿那个 拿工的给他再配 看他让不让配 如果不让配就分开 不让配就分开 然后试多久呢 就每天试一次 每天试一次 总有一天他是让配的 好了 交配就说完了 那我们再说一下下蛋吧 下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 所有的内容都是铺垫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这一颗蛋 我们来进行孵化 好 那既然说到下蛋呢 我们先提前说一下 我们说一下这个 产房的制作和产房中电材的选择 产房 我一般 你在手工程式公众号里边 你回复产房 会有一个那个打包盒 我一般用的 我一般用的 等一下 我搜一下 我一般用的都是打包盒 那个塑料打包盒 你在手工程式公众号 回复产房 就能看到那个打包盒的链接 那也不是我卖的 我只是介绍给他 给大家就是那样的一个 其实随便一个打包盒都可以 然后呢 打包盒 你要上面给他裁一个圆孔 这个圆孔怎么裁呢 你去淘宝搜一下 这个圆规刀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圆规刀 就这样的一个圆规刀 几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 一个小圆规刀 它可以在那个塑料上面 和裁一个很规整的圆 如果你和我一样 有一些强迫症 可以用这个东西 然后呢 主要说一下产房中电材的选择 电材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质石 一种呢 是噎土 这两种电材有什么区别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质石的优点是什么 手工把蛋下到里边之后啊 这个蛋取出来 它还是白白的一颗蛋 然后这会你看蛋里边 受没受惊啊 发育的情况啊 用手电一罩啊 是很清晰的 这是很干净的一颗蛋 而如果你用噎土去 去作为产房的话 手工下到里边的蛋 刚下出来那个蛋是软的 刚出来的蛋是软的 然后过一会儿 那个蛋会鼓起来 然后会变硬 然后这会儿会 上面会沾好多好多土 而且手工下完蛋之后 它本能的会用后爪 给这个蛋上 给这个蛋上 抹好多好多土 然后呢 如果用噎土去做产房 这个蛋上会很脏 你不太容易能观察到 这个受精环 但是呢 用噎土的好处是什么呢 噎土的保湿能力 是远远要超过致食的 如果像我这样的 整体加热环境 我就只能用噎土了 因为我用致食的话 基本上 你得两天加一次水 两天加一次水 是很费劲的 但是我用噎土的话 如果收蛋及时一些的话 我可能一周 或者是两周 我才稍微给产房里 每次喂食的时候 给它里边稍微喷一点水 所以如果你是个人家庭饲养 而且数量不多的话 每天都能照顾的话 我建议你用致食 如果你是整体加温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用噎土 比较好一些 或者是你不能每天定期的去收蛋 你就用噎土 因为下到噎土的里边的蛋 如果不及时收噎土的湿润度 能让这个蛋多保存个三五天 但产房 但是致食的就不行 这下到致食里边的蛋 如果你几天没收 这个蛋会别掉的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下蛋频率和周期 这个好多朋友都在问 手工配上了之后 多久会下蛋 一般来说 咱们说新母 就是每年的头一胎 这种新母 它的这个下蛋周期是20天 也就是说真正配上受精了 好 你从配上配的那一刻 那天算 往后推20天 基本上就是他下蛋的日子 然后他下完一颗蛋之后 然后怎么办 然后把蛋收了之后 再往后推15天 就是他下第二窝的时间 然后再往后 每次都是15天 每次都是15天 然后一般来说 营养比较充足的手工 会往前提 也就是说 他是在14天13天 这是营养好的手工 然后营养不好的手工 他就会15天16天17天 他的时间是往后推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规律 再说一下这个补配 我这边对手工补配的理解 就补充一下刚才补配的问题 我每年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会让手工首次交配 配上之后 我会看他下的是不是水蛋 如果是水蛋 或者是不是水蛋 我都会让工的去给他补一下 为什么补一下 因为我自己感觉像新母 一般新母 一般新母 在第一年下的那两个蛋 特别容易水 就是有时候你配上 它也是水蛋 然后你就得补一下 补一下就好 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新母你配上了 他下出来两个蛋 不是水蛋 好 你不配 当下到第二窝 就第三个和第四个蛋的时候 就变成水蛋了 他感觉他身体里存不住这个精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的感觉经验 所以我一般的做法就是 发情了工的配一下 配上之后 不管他 然后等15天下蛋 不是等20天下蛋 下蛋我看一下 是下水蛋还是没下蛋 不管下水蛋还是没下蛋 我都会用工的补一次 好 这会儿如果补上了之后 我就再也不补了 为什么再也不补了 因为我觉得母手工 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为什么不补了 因为我觉得手工 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所有这种下蛋的 这种东西 它都是怎么说呢 它的寿命完全跟他下的蛋的数量 是直接挂钩的 手工来说 如果是他正常 一只母手工可以活10年 好 你每年让他下一次蛋 那他可能寿命就只有7年 或者6年 然后呢 如果你每年都让他下好多好多蛋 就比方说是 他每下一次蛋 你都补一次 每下一次蛋补一次 这样的话 只要手工身体里能量 还足够支撑他下一个蛋 他都会下 这会儿呢 真的有可能会出现 一只手工一个繁殖剂 下24个蛋的情况 没问题 下24个蛋没问题 我觉得我的好多手工都能做到 但是我没有那样去做 你只要让他补 他就能下那么多 但是如果他今年下了24个 好 明年再下24个 我估计没两年就挂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 就好比一只手工 一生他就能下200个蛋 下完200个蛋就再活一年 他就这种寿命 你让他200个蛋 就是两年下出下完了 或者是你让他五年 把200个蛋下完 他的寿命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然后再说一下 受精弹与未受精弹 好多人喜欢去照这个精环 我也喜欢照 但是后来我就不照了 为什么不照了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用啊 这个东西 你照出来没有精环 或者是精斑的 你就不敷了吗 你不是还一样敷着呢吗 所以我后来就不照了 但是有时候 就是如果第一次繁殖手工 还是照一下 会比较有乐趣 这个确实有乐趣 然后并不是说手工刚下的蛋 比方说手工今天下蛋了 拿手机一照 你发现没有精圈 那这只蛋就是不受精的蛋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那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一个蛋下出来之后啊 它有弱精蛋和有强精蛋 我这理解 我是没理解到 强精呢 就是属于 它那个精圈啊 特别清晰 刚下出来就特别清晰 但弱精的是什么 它可能有一个小精斑 但这个小精斑 有时候你都看都看不到 没关系 你把这个蛋放到孵化箱里 你孵上十天 你再看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弱精的 你孵上十天 也能看见这个精圈了 还能看见血丝了 慢慢的 所以就是看这个精圈 受精蛋 未受精蛋 并不是手工刚下蛋的时候 去看会好 而是孵上十来天 你再看会好一些 而刚下蛋的时候 你刚下了的蛋 你怎么判断 它是好蛋还是水蛋呢 反正我对我来说 我不管好蛋水蛋 我基本上都会孵 因为我觉得不差 那么一个孵化位置 然后呢 一般来说正常的蛋 它会比较饱满一些 你感觉摸摸那个蛋 它是虽然是软的 但是它是怎么说呢 有一些弹性特别饱满 就是特别Q弹的那种感觉 而水蛋呢 都是感觉你按下去 它是弹不回来的 它是瘪瘪的那种 这是关于受精蛋 与微受精蛋的一些理解 那既然说到下蛋 我们再多说一些 有些好多人问我说 我这个蛋 怎么孵了两天 瘪了呢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经养 首先如果这个蛋下出来 是饱满的一颗好蛋 受精蛋 好蛋 不管受不受精蛋 你觉得是一颗好蛋 你孵了两天 你发现它瘪了 好 如果它是从暴露 在空气那边瘪的 那真的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水分不够了 那水分不够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用一张厨房纸 你撕下来一小条厨房纸 你用水给它沾湿了 沾湿了之后呢 你把这个纸啊 捏一捏 把这个纸用你拳头捏一捏 捏到什么程度啊 你感觉捏不出水滴了 好 你把这个纸就轻轻的 盖在这个蛋上 就可以了 然后 但是这个纸上 毕竟还是有水分的 它又紧贴这个蛋 就暴露在空气的那边 慢慢的过两天 这个蛋就又会鼓起来了 这是上边扁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下边扁 下边扁什么意思 你不管放在芝石里边 还是放在孵化盒里边 有时候你会发现 蛋外边是光滑 就漏在空气的这边 是光滑的 是饱满的 但给它拿起来 里边扁了 很大一部分情况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下边 扁化盒里的智石 或者你直接放在智石 智石里的水分太多了 而且这个水不干净 这个水渗透到蛋里边 一般下边扁的蛋 基本上就废了 就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 大家都吃过鸡蛋吧 鸡蛋皮包开 里边不是还有一层膜吗 我觉得那层膜呢 就是它这个动物 对蛋的一个保护膜 一般来说一点点水啊 什么的 是渗透 渗透不到这层膜里 内部的 它相当于除了蛋外壳的保护之外 因为蛋壳是透气的嘛 还有一层膜 如果真有水渗透过去之后 然后水里有细菌 那这个蛋就废了 所以 所以就是蛋最好不要直接跟智石 或者是跟水接触 所以我们要用孵化盒 用孵化盒 那个出壳率 是远远高于用智石直接敷的 因为用智石敷 你这个水分是很难掌握的 好 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 那个 说 对 手工产后护理的问题 手工产后护理 其实是包围手工产后 并不需要过多的护理 我一般的 就是给它补充点好吃的 就可以了 保持一下环境的 就是每次下完蛋 我都会重新 呃 换一下电材 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下蛋的时候 它会扒烂那个椰土嘛 那个椰土有时候会从盒子外边 就是流出来 不是流出来 撒出来 弄得里边反正还挺脏的 每次反正下完蛋 我都会换一个干净的电材 毕竟人家 你说刚从屁股那儿 扑出俩蛋出来 对吧 你补点好吃的是应该的 你给人换个干净的环境 也是应该的 这就是手工 唯一的产后护理的方法了 别的没什么了 注意卫生嘛 对吧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孵化 孵化温度 孵化湿度 与孵化周期 其实豹纹手工的 这个孵化的周期啊 其实有一个算法的 是小日本研究出来的 我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 后来感觉也没大用 不用算这个字就出来了 但是基本上不会超过90天 这个孵化周期 如果超过90天 这个手工的成果率 就会很低很低很低了 然后呢 宫温呢 一般是32度 母温是28度 我一般的做法呢 都是母温孵一个月 然后转到宫温里边32度孵 那这么孵下来 基本上看宫温 最快的32天能出来 然后慢一些的 可能能有个34天到36天 你都出来了 基本上宫温就是这个时间 32度 然后母温呢 母温呢 基本上是在46天到52天之间 就能出来 就按我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 可能能比纯用母温孵 快一周左右吧 快不了太多 快一周 然后还有怎么说呢 就是就这种转移的方式呢 它的好 对我来说好处是什么 所有的手工都从一个孵化机里出壳 我不用每次都检查两个 这是对我来说最方便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再说一下孵化 其实这个孵化周期 它是除了温度相关 和湿度也是相关的 湿度的要求呢 我觉得最起码是90%以上 那这个90% 不是你孵化机内部空间90% 而是孵化产核 就孵化核 为什么说用孵化核 那个孵化的会好一些呢 因为如果你用致时的话 我感觉致时外露的那些 就是你用致时的话 呃 致时盒子里边的湿度 可能是80%左右 但是你用孵化核 就是孵化核里的那个湿度 可能能到95%左右 这是湿度还是差着点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就是包吻手工 其实真正的孵化周期 是跟湿度和温度相结合的一个 一个事件出来的 基本上就这样 别弹的常见情况 我刚才也讲到了 下单那块已经把这个问题说过了 然后再说一下孵化箱的选择 孵化箱呢 其实大户我就不跟他们说了 人家大户都有自己的选择 就不讲了 就说一下个人吧 个人的孵化箱 其实就不建议买淘宝450的那种 那种那种小黑色的那种小孵化箱 我感觉这个孵化箱 出问题的概率真的很大很大 整个17年啊 这个孵化箱 我觉得最起码出了二三十起 我知道的有二三十起事故了 嗯 不建议用这个 那不建议用这个 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选择还是挺多的 要不你自己做一个 那自己做怎么做呢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你得要有一个PID的温控 也就是手工程式智能温控 就我们自己出的温控是PID的 为什么PID的这种可控规的温控好呢 它是恒温的 它能让探头的那个探测到的那个位置 就是永远恒定在一个温度 而不是传统温控是 我到30度启动 32度停止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温差太大了 这种PID的温控呢 相当于是什么呢 那相当于是同时去监测 你加热电的升温速度 还有加热电的散热速度 还有环境温 它会把好多因素综合在一块 然后最后它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它我说就是我们介绍这个温控时候 讲到的0.1精度 并不是好多 现在淘宝卖家 他们说我们的温控也是0.1精度 是你们呢 是探头探测精度是0.1 我这个是控温精度0.1 不一样的 探头探测精度0.1 我跟你说12块钱的这种 这种就十来块钱的这种那什么 20多吧 10块钱夸张了 25块钱的这种这种温控 它那个探头的精度都是0.1度啊 你看那小数点 28.3 28.2 那.2呢 就是0.1啊 你探头精度和控温精度 是完全两个两个级别的东西 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啊 然后复化箱一般的做法呢 是我们用一个大一些的泡沫箱 然后呢怎么做呢 把泡沫箱的四周 而不是底部 是泡沫箱的四周 裹上一圈这个加热垫 然后呢 把温控探头直接贴在加热垫上 然后这样的话 比方说你把温度调在34度 调到34度之后 首先呢 你得把这个泡沫箱啊 嗯 怎么怎么讲这个事情 你把泡沫箱的盖子 你给它先裁成两边 两半 为什么裁成两半 就是就一边是三分之二 一边是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 你每次开盖看的时候 你不至于整个盖子掀起来 这样的话 一下温度就是变化太大 然后你扣上盖子之后 你把加热垫铺好 探头贴在加热垫上 然后呢 你把一个温度计 这个洪水温度计 然后放到整个 放到整个这个加热箱的最中间的位置 你放上一个产房 产不是 放上一个孵化盒 你把孵化盒上放一个温度计 然后扣上盖子 停上八个小时以上 为什么停八个小时以上 因为空气是最难导热的 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环境 加热垫热了 但是要把这个热均匀的传递到整个孵化盒里边 至少得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之后 你看一下孵化盒上面的温度计是多少度 如果你比方说你设定是 设定加热垫是36度 你看一下中间能不能到32度 如果能到 如果高了你就把加热垫的温度往第一再调一度 就这么一直调一直调 一直调到中间那个温度计能到32度 好就不动了 这相当于你的加热环境就做好了 那一般自己做的加热箱 你敷公温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 有时候家里的温度都30多度了 这个你想把 因为咱们做的这种加热箱是不能散热的吗 它只能加热 所以如果你要做母温孵化箱 你最好在家里找一个最凉快最凉快的地方 你把箱子放在那儿孵会好一些 这就自己做 这么做一套成本 除了温空气100多块钱之外 那个加热垫 我估计有个30块钱搞定了 箱子 泡沫箱一般淘宝卖 只卖两都是成对卖 它不单卖 你可以和朋友一块买 也可以直接买两个公温一个母温 相当于这样的话 你做这个东西 你相当于这样的话 你做这个整个一套设备 其实加热箱也就花个200块钱 对吧 那个泡沫箱30 35 然后加热垫35 70 温空100多 200块钱了 对吧 一共200块钱 自己做一个加热 孵化箱多好 而这种孵化箱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基本上就是孵化箱的选择 如果你自己的量很大 那大户我就不给你选择了 你都这么大量了 你自己这点事你还不知道吗 用生化箱会好一些 淘宝搜生化箱 如果非要自己买的话 你也可以买一些 那个孵鸡蛋的孵化箱 自己改造一下 可能淘宝也就二三百块钱 但是这个孵鸡蛋的孵化箱 你买的时候 你找卖家聊一下 你最好去买 你问他 你说你个温控是PID的吗 或者是问他 你个温控是可控硅的吗 你一定要买这种 就是PID和可控硅是一个意思 就是手工生日智能温控 用的就是PID和 可控硅的这种控硅原理 PID的原理 可控硅的技术 你孵鸡蛋的也有这个东西 你可以找一找 我估计也是两三百块钱 就能搞定的一个事情 然后买回来之后改造改造 不需要翻弹什么的 然后把盒子放进去就行 自己改造一个 足够用了 对了 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孵化箱的选择 其实作为好多新手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买孵化箱 这个事情 如果你真的手工很少 并且突然有蛋了 怎么办 自然孵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虽然没有任何资料 说自然孵化怎么做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自然孵化 你买一个蛋托 就是买一个孵化盒 这个淘宝上有卖的 就这种东西找一下 对 就是这种孵化盒 就这种孵化盒 然后呢 就这种孵化盒 就如果想自然孵化 我们就用这种孵化盒 那怎么做呢 我简单说一下 你把这个孵化盒底下放满制石 然后给它倒上水 然后这个水呢 这个水倒到多少啊 这个水 就是千万不要让水渗透到 蛋托的上表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就关键一点 不要让水渗到蛋托上表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就水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蛋放进去 把盖子盖上之后 这个盖子上 不管你用不用孵化箱 这个盖子上不需要打任何的孔 然后你把这个 整个这个盒子 放到你家里边 一个温度相对稳定的一个位置 对于抱温手工来说 只要孵 只要就其实它在自然界孵化并不是恒温的 所以它我觉得 抱温手工的这个蛋对温度的适应性 大概能有10度 那10度怎么理解呢 呃24度以上到34度以下 这个温度区间 抱温手工是完全可以自然孵化的 懂了吗 24度以上到34度之间 完全可以自然孵化的 如果想在自己家里边找一个温度 能在24度以上到34度以下 这样区间的一个位置 还是挺多的实在不行 你就给它下边在垫上垫几本书放加热垫上 对不对 放盒子里就可以了 自然孵化没问题的 然后这样孵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时不时的补补水 因为这样孵水分蒸发的会比较快一些 好了 说完自然孵化了 自然孵化的方式都给你们了 这玩意就不用问孵化箱了 肯定能孵出来 然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最后一个 这个视频录的有点长了 都快两个小时了 录的脑袋都疼了 再说一下基因啊 怎样分辨基因 这个课题太大 讲不了 怎么办 简单说一些好理解的 如果一只手工的苗子刚出来 身上它是白色的底色 什么叫白色的底色 你看A4纸 就是相当于它身上所有的颜色都是A4纸那个颜色 然后A4纸的颜色上面出现黑色的横道 那这个手工是什么呢 是什么基因呢 血花 只有带血花基因的手工才会出现白底色的 如果不是白底色 那就不带不带血花的 不管是肉色的还黄色的也好 这种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不带血花基因的 如果是超级血花基因的手工 又带白化 那比方说是超级血花贝尔 或者是超级血花 反正就是超级血花带白化的 比方说是超级血花低臂 超级血花白基因 超级血花贝尔白化 超级血花川普白化 就这些 带超级血花的手工 刚生下来身上是没颜色的 就是身上就是肉色的 一个就是粉红色的 肉色粉红色的那种 然后呢 养上个一周左右 身上的本土就会出来了 这相当于超级血花 那超级血花再加上白黄怎么看呢 超级血花的小点啊 它是规则排布的 就一溜一溜一溜很规则的 但是如果是白黄超级血花的 你看身上的小点啊 就已经是散乱的了 就完全不是一溜一溜的了 就这么去区分 然后你看这只手工 是不是带日食呢 你看它是不是白鼻子和白手脚 如果是白鼻子和白手脚 那这个手工是日食金 而且看眼睛 它的眼睛呢 它的眼睛是 如果是非白化的个体 眼睛一般是黑色的 就是黑 唇色的 没有那个 看不见那个瞳孔 如果 如果是白化的个体 好多眼睛都是红色的 像贝尔的眼睛 它就特别红 因为贝尔基因 本身是可以体亮肤色的 体色的 然后像川普的眼睛 它就会发暗红 这就是为什么 地壁是暗血红色的眼睛 它是暗红色的 不是那种鲜亮的红色的 像超级雷达 它的眼睛就是鲜亮的红色 那就是因为他们 本身所携带的 这个白化品系的不同 你看雪花也讲了 谜 谜的特征呢 就大白尾吧 其实谜挺难分的 有时候带白黄带谜不太好分 谜我理解的最好的 看的特征就是尾巴是大白的 白色的尾巴 然后超级雪花的鼻梁鼓 是鼓起来的 然后雪花或者是普通的手工的 鼻梁鼓没那么高 这个怎么看呢 你对比一下 你找两只手工对比一下 就应该能看出来 我看手工基因的表现呢 然后如果都是暖色系的手工 生下来 生下来之后 我觉得是身上是发黑色的 就身上的黑色比较重的 就因为暖色手工生下来 身上有的是偏黑 有的身上发黑 有的人发橘 发黑色的以后 发色一定是比发橘的好 然后尾巴怎么看 尾巴得到手工长大到一 长大一些 比如说养个15天 一个月 你看尾巴底部的颜色 尾巴底部覆盖面积越大 橘色覆盖面积越大 它尾巴以后的颜色就越大 然后像品系还有什么呀 那个白黄也说了 雪花超级雪花 巨人小时候分辨不出来的 巨人只有到了成体之后 然后看看它的体重啊 身长啊 才能判断这只可不可以叫巨人 然后再拿子弹验证一下 才能确定这只是不是巨人 还是超级巨人 基础品系好像就这些吧 没什么了 哦对 暴风雪 暴风雪这个基因 如果这只手工身上有暴风雪基因 暴风雪基因是会把手工身上 所有的纹路消灭掉 就是相当于 比方说是手工身上是带雪花的 有暴风雪了 这个雪花就看不见了 这大概就是暴风雪 暴风雪基因会消退手工身上的纹路 嗯 差不多也就这些了 这个要讲起来可就费劲了 这个光靠嘴巴说 这玩意儿 我就能想到什么 说什么吧 然后基因概率怎么算 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 你们只要进到手工城市的官网 又一波广告来了 太棒了 手工城市的官网里边 Gecko City里边有这个 暴风手工基因计算器 那基因计算器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基因计算器怎么用啊 是这样的 我们进到这个界面之后呢 我们能看到 有负基因和母基因两个选项 负基因是什么呢 这块有些常见的品系 比方说我一只白骑士 对吧 我就从这找白骑士 嗯白骑士 找着白骑士之后 我配什么呢 比方说我配一只雪花 我看白骑士配雪花 我选好了之后 答案就在这 就50%出这个 50%出这个 那好多新手就说了 你这会全写成基因 我看不懂啊 是你看不懂 但是你好歹新手 你也学习学习不是 那白骑士到底是什么基因呢 你这块选完了之后 你看如果不选 它全都是普通 对不对 如果你这块选了白骑士之后 你看这块是不是有变化了 贝尔白化这块 就选成了贝尔白化 说明什么 说明白骑士是拥有贝尔白化基因的 那暴风雪出来了 所以白骑士是有暴风雪基因的 日食也出来了 别的有吗 没了 好了 这就明白了 白骑士其实就是贝尔白化 加暴风雪加日食组成的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不是白骑士的基因 你也懂了 那这些是不是白骑士呢 你就看 你看引前面的东西 有没有出现贝尔白化 暴风雪日食 如果有 那就是白骑士 正好用基因计算器的过程中 又能算概率 你同时还能学习一下 白骑士是什么基因 所以新手来说 这个东西不需要记 有时候你 见多了 就自然就慢慢就记住了 不用刻意的去记 就比方说白骑士配什么 白骑士配白骑士 那就是百分之百出什么 贝尔白化 暴风雪日食 贝尔白化 暴风雪日食 贝尔白化 暴风雪加日食 是什么 就是白骑士 所以白骑士配白骑士 就100%白骑士 基本上就是什么 然后如果他们说的是雷达引白骑士 那你知道了白骑士 是贝尔白化 加日食加暴风雪 这三个基因之后 那我们这选一个雷达 我们看一下雷达是什么基因 雷达是贝尔白化 加日食基因 那相对于刚才的白骑士 它是差个暴风雪 所以雷达引白骑士 那就是雷达引暴风雪 这就是雷达引白骑士 那配白骑士 那50%的概率就是 白骑士50%的概率 就还是雷达引暴风雪 也就是雷达引白骑士 基本上基因计算器 就这么用的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用一用就习惯了 手机上也有公众号里 也能看到 好了 再说一下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是险性基因 什么是隐性基因 而且而且好多人说隐什么什么 那隐是不是就是隐 隐性基因 其实不是这么理解的 险性基因的理解是这样的 险性基因 我们看一下基因计算器 这个基因计算器 其实是个好东西 大家没事多看一看基因计算器 其实对你手工的基因 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可以看到 险性基因和隐性基因 分别有什么 隐性川普贝尔 雨水三大白化 暴风雪 日食 清白化 大理石眼 黑夜 基本上就这些 黑夜比较特殊 但是我们先给它当隐性去算 好 先说险性 险性怎么理解 险性基因就是当一只手工里边 拥有这些基因之后 柠檬霜就是险性的 只要他爸爸妈妈里边 有一个拥有这个玩意儿 也就是拥有这个险性基因 他的孩子就有可能拥有这个基因 那这就是险性 隐性呢 隐性是什么 隐性是必须爸爸妈妈 都是这个基因 他的孩子才是这个基因 这是其一 其二 隐性基因是可以携带的 携带是什么意思呢 携带就是这个隐性基因的特征 并没有在这只手工身上展示出来 但是他手工是 他的血统里是带的 那这就是隐暴风雪 这也是隐暴风雪 当两只隐暴风雪的手工 互配 他的子带 你看表情我们这都清楚了 当两只隐性基因的手工互配 他的子带会是什么样这种情况呢 他的子带会有25% 他就是暴风雪 就是隐性基因就展示出来了 还有25%是不展示出来的 还有50%呢 继续是和他一样 也是隐暴风雪的 这就是隐性 然后想隐性 隐性基因子带呈暴风雪 必须是爸爸妈妈 要不就是爸爸妈妈都是暴风雪 要不就是爸爸妈妈都隐暴风雪 才有一定几率出 大概隐性就这么理解 所以隐性基因不可能说是 只有一方有 他的子带就会显示展示出来 不会的 他只有一方有 他的子带呢 是百分之百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比方说这只是隐暴风雪 这只是普通 好 那他的子带呢 要么就是普通 要么就是隐暴风雪 那如果一只手工 他是暴风雪 他的子带是普通 那他的子带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隐暴风雪 就大概隐 就这么理解 隐就不要当成隐性的意思 隐就是你就理解为是携带的意思 就是他体内携带 但没展示 像日食 日食比较好理解 就是眼睛是全红眼的手工 对吧 如果我说这只手工是隐日食的 那这只手工就不是全红眼的 只是身体里携带了日食基因 那这会儿呢 你只要找两只都携带 这个基因的手工互配 他子带是有25%的几率 是出现隐这种情况的 就大概是这样 基因计算器 没事就多看看 多算算 就懂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视频录的我头昏脑胀 祝大家新年快乐